HELLO 大家好,我是會胖胖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是一個比較簡短的測試 我們用三支手機 分別是畫面中間看到的ROG Phone 2 右邊的是第一代的ROG Phone 左邊是ZenFone 6 我們要來看看這三款手機在發熱狀態下的一個熱量分佈 測試的時候我們會用這三支手機來執行一次的3DMark 然後使用紅外線熱像儀來進行觀察 RROG Phone 2 結果可以看到中間的ROG Phone 2 因為有導熱還有軍熱的設計 所以說它的熱量基本上是平均分佈在機身 唯一比較熱的地方就是在出風口的位置 接著如果我們有裝風扇的話 就可以再進一步的把出風口的熱量從這個表層帶走 右手邊的ROG Phone 1 代差不多也是這樣的情形 接著我們看到最左邊的ZenFone 6 因為它沒有像這樣子比較完整的軍熱跟導熱的設計 就是一般手機的做法 所以我們看到它發熱的時候會比較集中在上半部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就是它主板的位置 從這樣的結果我們就可以看到 機身裡面的這些導熱、散熱、軍熱的設計 確實有達到它的效果 那以上就是這次簡單的測試跟大家分享 做法師的感覺 用家的血管的確保 這些東西就用了 在試看角度中的配備 到尾指上 放在右手插槽 雷尾指上 這次手插槽 中文字幕 李宗盛